啟德一幅住宅地中午截标 现场所见至少收到九份标书 事隔一年 啟德区再有一幅住宅地截标 但规模是同区最小 多家发展商都有入标 包括长实、顺志、家华、汇德峰和中海外等 华贸就火柏帝国集团和建号地产入标 我们公司都有几个项目在那里 我们都看好整个啟德的 项目是啟德四伊区一号地皮 轮近将来落成的都会公园 面向九龙湾双茂区 占地近6万平方尺 是区内已经推出地皮入面规模最小 最高可见楼面超过32万平方尺 市场估值32亿至41亿 折陷每尺楼面地价最多12500元 卖地章程规定 住宅必须分高低座发展 众标发展商也要负责 核修建地盘附近一段行人通道 有刹梁师预计地皮质素一般 发展商出价不会太进取 他预计项目落成之后 会以兴建中大型单位为主 参考同区新盘售价 日后7家或接近3万元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